他们打敌好热闹 真想上去穿河一手 你的实力还是省省吧 上去会被生死的 你们在这等着 我去浑水摸鱼 报个仇 梁成加入混战 专挑普王手下斩杀 仅是片刻功夫便干掉上千头凶兽 他纵就太大引起 我为了统领注意 冲低阶凶兽下手 看把你能的 有本事找我练练 种族暗云暴 境界 玄超 天赋 暗黑封印 极暗猎爪 血脉 暗黑后裔 哟 你有种站着别动 我要攻过去了 尽管过来送死 你个玄中境界的小渣渣 你把我当傻子耍 气死豹子了 大水的漂亮媳妇 快攻击豹子 小嘴巴真甜 玄武器 大进骨术 死母龟 你确定要这样做吗 待会虎王来了 你能承受住虎威岛的怒火吗 就让他们在这狗咬狗吧 咱们撤 老挝不能回去了 暂时在这个地方歇脚 小水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都行 此次你出手相助 多谢了 你都开口了 我自然会帮忙 你们别再撩骚 看一下我现在什么情况 感觉身体不得尽 暗云暴会对斩杀他的人 发动暗黑封印 暗黑元素会逐步侵蚀你的身体 这么严重 早知道留他条报命 现在该怎么搞 小问题 你只需要到海底斩杀一种罗采辣条 他们族群众多 基本是悬出的实力 斩杀他们会获得大量灵能 而他们的灵能能抵消你的封印 只要你吃的足够多 那行吧 也趁机刷一下 提升境界 大水 大壮你们一起吧 让你们也提升提升 谢谢老大 你这良心发现了呀 以前巴不得自己都给吞了 现在居然舍得让给我们了 谁叫你们太菜了 现在的我没有足够的能力 保你们 所以你们也得多提升提升 可是老大 我们不会水啊 怎么下去 放心 我有办法 我们玄归一族的神通 可以隔离海水 那赶紧出发吧 昏迷这么久了 也不知道我这弟弟啥时候能醒 放心吧 吉人自有天相 你们好 请问门口那道新车是你们的吗 请挪一下岛路了 我的 我马上去挪 猴哥啥时候买的新车啊 哪有 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 台二一款的特斯拉猫斗三 没想到只花了九万九 比新车便宜了十三万多 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 这么便宜 靠谱吗 当然 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 还能先是开三天 放心买就行 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 你也能九万九买特斯拉 千万别错过了 另一边来到海底的梁城 瞬间化身杀戮机器 它只管吞噬 周身黑气荡发不少 另一边虎卫岛和玉兔岛大战数日 最终奈何不得彼此双方各自收手 该死的贱兔子处处与我作对 让螳螂逃了 属下已派出大量哨兵搜查 暂未发现螳螂踪影 多半在海里 曾派搜查凶兽 一定把他们抓住 此外那条消息 你传到各岛了吗 早传出去了 其他岛的大王不相信 说哪怕封印破裂 千年时间过去 那不死杀也该腐朽 这帮没脑瓜子的 有他们哭的时候 现在身体虚得很 若十二兽王联手对付我 还挺麻烦 慢慢积蓄力量吧 水在那 虎王轻微搜查凶手 命运马上滚出来 精血少得可怜 想尽快提升实力 还得去找那只血脉特殊的螳螂 老大胃口就是好 吃满满香 他的嘴没停过 吞噬这么多辣条不撑吗 没谁知道老大能吃多少食物 我一度怀疑 是他死鬼投胎 经验已满 宿主境界突破到悬钩 消除暗黑封印负面效果 爽啊 终于还是突破了 你们几个别看着了 现在这些对我来说 提升不了多少了 你们吃吧 估计吃完你们 都能达到悬中了 几个看到堆积如山的 躯体眼睛直冒绿光 迫不及待的都冲上去开悬 谁在屠戮我的族群 活得不耐烦了吗 种族罗彩辣条皇族 境界 全超 天赋 毕命毒素 血脉 深海辣条皇 你的族群 泛滥成灾 严重破坏海洋环境 帮你控制下数量 他们是我的口粮 不用你多管闲事 吞噬后代进阶 你可真狠啊 有区别吗 弱肉强食 你吞噬他们 我吞噬你也是一样的 打折打七寸 我看你能挡我几刀 居空之力 老大还是一如既往的牛啊 高一个境界都被他斩杀 变形草 功效 幻化 吃下后可变成成其他种族的模样 缺点是只对低品阶的物种有效 诚哥 虎威岛出动大量凶手找你 不如我们在海里发育一段时间再去报仇 英雄所见略同 狗到最后应有尽有 这里已经不能让我提升多少了 在这里纯属浪费时间 虎王是玄机凶兽 称霸虎威岛近千年 战力极为恐怖 不是你我能抗衡的 放心 我自有妙计 老大 这变形草没用啊 我咋看不出一点变化 我也不清楚 我也是第一次用啊 喂 你们两头呆老虎 跑来狂鼠岛做什么 我搞明白了 我们体型没变 可在别人眼中是老虎 跟你们说话没听到吗 抓住这两只老虎 给大王打牙击 呱噪 敢与虎卫岛为敌 活得不耐烦了 嫡媳 嫡媳 虽我为啥入侵者 老鼠数量太多 我打不太过 我冲在前面 你负责补刀 可解决漏网的 记得留一个火口 梁城境界已提升到悬高 没有统领级凶兽 出现很快将上千老鼠 杂兵屠戮殆尽 虎大爷 求你别杀我 给鼠王带句话 虎王让他每月朝贡 否则将攻打狂鼠岛 砍下鼠王脑袋 虎卫岛 虎王 我要你们血债血偿 等着承受鼠王的怒火吧 你确定没搞错 是虎卫岛的凶手所为 错不了 行凶者为两头老虎 放眼玄灵狱 虎卫岛才有老虎 好个虎王 做事愈发嚣张跋扈 数日前刚打上玉兔岛 现在又来招惹狂鼠岛 必须教训他 我也想及死去的兄弟报仇 可狂鼠岛 与虎卫岛的实力相差不大 打起来怕是两败俱伤 咱们打不过不是还有兔王吗 联合兔王打上去就是 很快鼠王与兔王商议妥当 鼠王兔王联合进攻虎卫岛 虽说虎王实力强悍 但也是损失惨重 老大真阴险 在各岛间挑拨一下 他们便打成一团 我这叫智慧 主要是兔王 跟虎王刚打过 使得鼠王觉得虎王好战 否则没那么容易打起来 虎卫岛上乱糟糟的 我们去趁火打结 先吃变形草 我问清楚了 吃草时想着要变的物种 旁人看到的便是那个样子 简单啊 想着老鼠 两个老六冲上虎卫岛 顺势收割一波 岛中间三王恶战中 虎王以一敌二相当被动 住手 当年十二王约定 禁止联手攻击其他兽王 你们踩红线了 现在知道怕了 你派手下到狂鼠岛示威 怎么没想到今天 越界当我的地盘上搞事 导致我足死伤无数 你得哪命来还 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 古白虎血脉 杀伐无双 虎王战力恐怖如斯 一条二不落下风属实变态 激发体内血脉 跟当初的猫哥一样 他撑不了多久的 况且两大兽王没用底牌 老大说的全对 虎王飞走了 他受伤不清 气息虚弱 你回去找大水 我要过去看看 可恶可恨 他们无时约定 胆敢偷袭我 待召开十二王大会 看他们怎么解释 白虎替命数 没想到这都能让你逃过 虫子 是你在搞鬼对不对 当日差点被你斩杀 我设计陷害你 似乎没什么不妥 你跟踪我到此 不会是觉得能收拾我吧 不对 你境界到悬高了 此刻的你 不过是只只老虎 我又有何惧 来一决胜负吧 哼 受死吧 兔王 就是现在 出手吧 这啥玩意 像个令牌一样的玩意 先收着再说 本想当黄雀 没想到被你截足先登了 小螳螂 好重的鱼腥味 你是条咸鱼 哼 本尊乃不死沙 曾突破道玄巅峰的存在 可刚突破境界不稳 又遭十二兽王偷袭 将我重创封印 搞得实力大跌 哼 好汉不提当年勇 我又没问 你说那么多干嘛 啊 千年没找动物说话 你让我说两句咋了 乖乖成为我的口粮吧 你以为我傻的 你慢慢玩吧 我可没时间陪你 没想到这只螳螂的天赋 居然是隐匿 生肖网点传来消息 虎王的魂灯一灭 他吹灯拔辣了 虎王很虚弱 但不足以致死 有第三方势力插手 难道是不死杀 之前虎王说 他破风而出 搞不好消息是真的 虎王死得不明不白 不死杀破风而出 玄灵欲要论了 你从哪捡到他们的 我回来的路上 看到他们被致杀 叙手给带回来了 你们体内的铁线虫还在吗 在呀 感觉它越来越大了 真令人头疼 这个该怎么解决 对了 老大呢